灵命成长的阶梯 Step by Step for Spiritual Life 圣经经华每周串珠茶经第十六期 本周开始 我们进入成长阶梯之第二阶段 即二入门出生期 第二阶段的中心是成为基督内住的新人 在第一阶段 基督是我们认识的课题 而我们作为认识主体 从六个主题去认识基督 认识我们的三一神 从第二阶段起 基督将奇妙地进入 原为认识主体的信徒之内 信徒将跨越前面的认识门槛 踏上体悟基督的历程 而非信徒 仍只能在门外徘徊 耶稣在为我们向父神祷告时说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 叫世人知道你拆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 如同爱我一样 基督内注使救人诚心 这一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共分三个主题查考 主题七 悔改与受洗 主题八 与主连接 圣灵内注 求告主名 圣灿 主题九 因信称义的新人 本周查考的主题是 七 悔改与受洗 悔改 是人将自以为是的心态改变 回转归向神的标准 神的道路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去了神的荣耀 悔改的实质 是认清己罪 承认对上帝的冒犯 怀有一颗真正的懊悔之心 悔改 是受造物 对造物主的信仰和依靠 它意味着 一个人放下骄傲自大 谦卑的成人 自己需要上帝的帮助和救赎 悔改 是从必朽的血气的个体 向着永恒真理的转向和连接 凡有血气的 尽都如草 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悔改 是人的自由意志 与神的恩典之互动 神明明以为我们 预备了上好的福分 为何还有人 还要流连世间的愁苦烦忧 神明明以呼召万民 做他尊贵的 可想永生的儿女 为何还有人 要选择那堕落死亡的迷途 悔改与受洗相辅相成 新约先锋 施洗约翰 所施的是悔改的洗 而新约信徒的受洗 包括水洗和圣灵洗 水洗是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重要仪式 通过将水倒在一个人的头上 或将一个人完全进入水蒸来实行 它象征着一个人被洗净罪恶 脱离老我 圣灵洗则是指圣灵降临在一个人身上 使他首次经历圣灵充满 施洗约翰论及耶稣说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故圣灵洗是耶稣赐予信徒的特别恩典 信徒由此得着能力 为基督做见证 并得到圣灵的指引和帮助 对此我们将下期查考 本期相关经文如下 一 忧伤痛悔的心 神必不情侃 诗篇第五十一篇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 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尽 并解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轻正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 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洗草 洁净我 我就干净 求你洗地我 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 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 可以踊跃 求你 眼面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 重新有正直的灵 主啊 求你使我嘴唇张开 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你本不喜爱记无 若喜爱 我就献上 凡记 你也不喜悦 神所要的记 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 必不轻看 路加福音 十五章七节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 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较比为九十九个 不用悔改的义人 欢喜更大 二 爱预言 施洗约翰施行悔改的喜 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 看呢 耶和华大而可谓之日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 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读遍地 马太福音三章一到二节 那时 有施洗的约翰出来 在犹太的旷野传道 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马可福音一章二到四节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 看啊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执他的路 照这话 约翰来了 在旷野施洗 传悔改的洗礼 使罪得赦 三 人为何必须悔改 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 遮掩自己罪过的 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 必蒙连续 路加福音十三章三节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 因为那至高至上 永远长存 名为圣者的如此说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 同居 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 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三十五节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尔子是永远 我实实在是永远 你们若不悔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使徒行转三章十九节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这样那安舒的日子 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启示录二章十六节 所以你当悔改 若不悔改 我就快临到你那里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四 悔改是耶稣所传生命之道的起点 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 说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二节 我来本不是招一人悔改 乃是招罪人悔改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 基督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 传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 直传到万邦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 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 或者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5.悔改与洗礼相辅相成 洗礼是悔改的记号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心而受洗得必然得救 不信得必被定罪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比领受所赐的圣灵 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 岂不知 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受洗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加勒太书三章二十七节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带基督了 以福所书四章五节 一主一信一喜 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 现在你为什么担言呢 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 洗去你的罪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让我们明白 悔改不仅是口头的忏悔 更是内心深处的彻底回转 主耶稣 我忏悔我一切的罪 我承认你是神的儿子 为我替罪而死 你的复活 使我有机会得新生命 现在请你进入我的生命 赐给我一颗新鲜 也成为我生命的主 并赐我顺服的心智 按圣灵的指引 走你永恒的道路 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全新鲜的家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